记者陈梅英台北报道,中国军演结束后有多次军机绕台意图威胁台湾,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日回应指出,他要呼吁,对岸,这些动作无异于台海和平,对两岸关系也没有帮助,是不必要的。 同时徐国勇也对国人信心喊话,国军对于中国军演等动作都有尽情监测也有因应对策,国军会坚定保卫台湾安全,大家对政府与国军有信心。 中国布置军演,军机绕台动作频频,昨日也罕见发布台语配音的宣传片,宣扬中国战力,文公武贺痒痒都来。 徐国勇说,中国对台湾一直有三战策略,即文宣战,心理战以及法律战,但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,对全球资讯接触频繁,不管是用台语还是什么语言都可以分辨,这是台湾可爱之处,就算他们想用台语来影响台湾人民信心,他相信人民不会受到影响,这从许多民调都已显现。 他也说,无论中国使出心理战,舆论战或是法律战,政府都有阴影措施,保卫台湾有一定决心,国人应该放心,对政府以及自己都要有信心。 徐国勇今日陪同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出席新创作谈会,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。 座椅上表示。